音樂 那今天要特別介紹一個 最火紅的 Protro Maze 這個鐵盤是48的 它真的超好用的 如果你們想要很快速的料理 在料理的時候想要這邊放一些 然後很豐盛 很澎湃 就像去吃鐵板燒一樣 然後再去蝦皮買這個 就很專業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要吃鐵板燒嗎 晚一點要吃鐵板燒 然後這裡要買有開過刀鋒的 你就可以像大師傅這樣 叼叼叼叼叼 然後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我下面會放一個水 很多時候鐵板燒 我們在料理的時候 我們不會馬上做清潔 但是它可以灑個水 然後你會發現這裡會有個開口開洞 我就會把這個鍋鍋倒水過去 所以你的廢水就可以集中在這裡 那它也可以充當一個便利型的一個垃圾桶 好方便喔 對 然後這個東西比較不一樣 這是三角爐 很多人都去淘寶買那個瓦斯罐也可以 因為我們就怕有一個熱效應 所以讓瓦斯罐爆炸 記得喔 用這種東西 千萬千萬你的瓦斯罐不要在鐵盤下 因為瓦斯罐在鐵盤下的話 它會很容易吸到熱源 熱源它可能會爆炸 這個叫3J3 我有買很多它的套件 它的東西就是有一個生鏽 慢慢一個生命蛻變的感覺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有很多鏽斑 它的東西就不一樣 這個東西 如果你的車很小 如果你今天喜歡喝水 但是又不想要去買一個4000cc大桶的 覺得不環保又浪費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買這個 這邊有一個濾水器 所以我只要倒出來之後 它至少有90%以上的殺菌過濾水 那你要記得這個濾芯啊 久久沒有用的時候它會變乾 那這個濾芯變乾的話 如果你馬上裝水 馬上Push它 它這個濾芯是會受傷的喔 所以你用完之後 至少要泡一下 至少要泡兩三個小時 這是電源教我的小秘技 這邊也是Snowpeak的格勒套 這個東西 是我們的早餐 這個是法蘭西斯堡 這是全聯才有的 你看喔這個奶香味很多 這個可以烤一烤 或者是直接放在盤子這邊 直接料理 這是Ot Mars的三角爐 這邊有個叉燒 老件就是這樣 太久沒用 結果老件掉了我也沒注意到 還好我有另外一個爐子 我先去拔另外一個爐子來用 不然我們就沒早餐吃了 天啊 真的是有點太悲哀 老件真的要很耳愛 就這麼小一個零件 對 這樣子才不會讓我轉過頭 好 重新預熱一次 Oh yeah 轉開 這個就是 我們的管路啊 還沒有整個預熱 我們的火開太大 太刺激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輕輕的聽到啵啵啵啵啵啵聲 但是這時候火千萬不能太大 太大像剛剛這樣又噴 那個就代表你的油 還沒有遇到對的溫度 這個爐子趕快變很燙 所有的爐具都很小吃 趁 kamera 噔 OK 烙了 燙好燙 感覺要燙了 燙燙燙燙燙燙 你看它已經冒煙了對不對 水給它下去 先清潔 sneak Assim慢慢地 慢慢的剝水 小心 小心 對 很好 水不用拖得太多 很好 趁現在 我想說要不要很邪惡的都用奶油煎蛋 和包蛋 好 完全不用退冰 對 有蛋殼都沒關係 但是有 我跟你講其實 單手打蛋它不難 它難的是齁 我坦白跟你講是蛋殼新不新鮮 蛋殼新不新鮮 會影響到你這樣子啪啪啪的感覺 速度 因為如果蛋殼不新鮮的時候 它非常其實它會變很軟 很軟的情況下其實它沒有那麼好用 漂亮吧 讚讚讚 對 這個黑泥肉食的泥彩包 非常好用吧 只是煮個蛋而已對不對 鹽巴一定要的 但是鹽巴要小心不要過多 一定要 這次忘了帶阿里山的三角鹽 下次再來 好 這時候來個七味粉 七味粉我跟你們講 先灑在旁邊 等它讓它熱了之後 把它炒進去 荷包蛋馬上好喔 有聞到香味了嗎 有 哇 我要教你們一個大取燒 你們常常呢 在用荷包蛋的時候 會發現我這一面熟不了 下面的已經熟了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水 一定要用水去灑它的正面 利用水的沸騰的滾度 它等一下它的上面這一面就很快就熟了 很好 給它一點時間 水真的很好用 哇 你看 荷包蛋耶 你想要煎什麼蛋都馬可以 好 記得把剛剛的七味粉跟香料往中間刮 咬一下 咬一下 讓水平均一下也可以 多餘的水分滾過去 喂 就是這樣 高騎火腿 我自己都好想拍這一張喔 這個拍開起來好好看喔 如果這時候啊 你有這個法蘭西吃飽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很好 好 看你家 這次我們還加了鬆餅喔 放在旁邊這樣預熱 哇 太可愛了 好 麵包先回收 等一下麵包今天有好幾種烘焙方式 那你會發現說我會刻意的把火腿放在這邊 因為什麼肉汁會吸這些有沒有 很好 那像這邊我們就可以先這樣子放在旁邊 先做保溫的動作 瓜兒牠們來了 快點帶牠們 快點回家 這是高騎的火腿 這很厲害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把鬆餅放在旁邊 你們有沒有發現 這只要表面有灑水 我就不用翻面 所以你荷包蛋其實以後不翻面 你就上面灑點水 你就沾一點點 在旁邊 但是不要讓牠整個去吸附牠 不要讓牠整個去吸附牠 就放在旁邊就好 其實已經可以吃了 因為這個反而吸吃飽啊 其實牠本身就是有奶香味 然後你只要做加熱就好 然後我今天有準備另外一個怪給西 上次沒有介紹到 好 開始了 這是另外一個星桃王 其實我很偷懶 我晚上烤一夜干或烤宵夜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這樣烤焙 就這樣摸起來脆脆的 晚上烤一夜干啊 烤干貝啊 烤魚啊 你會瞬間變達人 OK 搞定 這樣就很好吃 然後啊 你就把這個蛋 烤好喔 烤好喔 哇 哇 哇 這是舊特製的蛋堡 對 再撒一些鹽巴在蛋上面 這個鬆餅本來就有奶香口味了 我記得牠全年還有賣一些好像葡萄口味 所以其實全年是錄影的好夥伴 OK囉 就完成了 耶